hello大家好 我是瑞翔 我旁边就是传说中的第一台赠承皮卡 其实之前已经试驾过 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反正它的外观相比这种传统的皮卡 确实看上去前位很多了 特别是这样 我给大家解锁看一下 看它的这个前灯 特别是它这个直行灯的这个位置 非常的好看 它属于一个异形的结构 大家从前面整体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煞于别的造型 中间是一个无边框的点震式的中网 它这个中网的开口非常大 那为什么要这么大呢 它叫散热 里边配的是一个有着140千瓦功率的 一个兰宁动力的2.0T发动机 当然这个发动机放到这个车里 它叫增程器 说可爱一点的就是一个充电宝 它是有一个130千瓦的后电机 四驱版本还有一个70千瓦的前电机 综合功率是200千瓦 扭矩有470牛米 说到皮卡 我想大多数人其实还是拿它当一个工具车 不过现在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 比了得也好了 它的玩乐属性就更多一些了 很多人拿它买了它之后去改装 去越野去露营 首先它作为一个增程皮卡 它是电机输出 大家都知道 电机的输出要比 普通的燃油车发动机的输出 要暴力的很多 它的百公里加速只有7.9秒 而且它是有三把锁的 因为它没有中间的那个传统轴 所以它的三把锁也是有点区别的 它也是前桥后桥 还有一个第三把锁是能量锁 可以更好的分配前后的动力比例 它的四驱车型是用了一个前双刹臂 后头两杆的一个配比 在舒适性和操控项上其实都还不错 这些都是它在动力还有操控上面 相对于女传统皮卡的一个优势 当然我说了它有一定的玩乐属性 因为它是一个有着一个很大的电池 所以说它还拥有一个3.3千瓦的外放电功能 这样的话你出去不管是像我刚才说的 郊游 露营 或者说你喜欢钓鱼的话 这个外放电功能都可以给你带来一个很舒服的体验 它除了有一个很大的后斗之外 还有一个两吨半的偷挂资质 有人说你超原猎手起售价是139,900 你说这个钱我去买一个柴油皮卡 难道不比你更便宜 然后也更稳定吗 其实话不能这么说 你看首先稳定性安全性来说 它的电池包是跟它的底盘是一体的 处于左右纵杆的中间 它的安全性 包括你哪怕你越野的时候 也不会因为车辆的变形去挤压它的电池包 所以安全性这方面可以保证 而且你想想一个登城式的皮卡 车长5米多 这个级别里面139,900 跟柴油皮卡区别真的不大了 而且你这柴油皮卡 它有一个2.5吨的一个拓滑自制吗 它有外放电功能吗 而且它比跟柴油皮卡区比其实更省的 买完之后使用成本是低的 因为它有电机 电机你可以在市区的时候 可以纯电的去行驶 它纯电续航180公里 平均下来每公里也就是几分钱 而且它的续航里程也很长 因为它有着一个70升的打油箱 加上一个31.18千瓦时的一个很大的电池包 综合续航里程是1031公里 而且综合油耗的是1.3升 那我说1.3升 大家可能都觉得不信 因为它实在太低了 等于说它溃电油耗吧 在它溃电的情况下 它两驱模式价的油耗是7.9升 四驱模式价的溃电油耗是8.5升 我觉得对于一个两吨多 车长5米多的一个超级大的皮卡 这个油耗是不是已经非常省了 而且除此之外 咱还是说对比柴油皮卡 它有很多其他的好处 就比如说你看不需要加尿素了 你看柴油皮卡要加尿素要自行结 到了特别现在冬天很冷的状况下 你还要去加富豪的柴油 而它就正常的加汽油 充电就可以了 非常省 然后它的尾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非常方便 我打开给大家演示一下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两段式的尾门 这个尾门这样设置一个方便的点是什么 比如说你拿它是用来拉货的 你可以很方便的去上车 你这样搬东西 比如说你开它出去自驾游 或者是浇油 再或者是哪怕是钓鱼 特别是钓鱼 你看你就坐在这里 旁边这里是它的外放电 这边接一个咖啡机或者什么 里边一边钓鱼 旁边一边煮着咖啡或者喝个茶什么的 是不是就非常的惬意 而且它后边的盖板拉过来 看到这是一个卷帘门式的盖板 它相比那些那种上线的那种盖板 相对来说美观性还是实用性来说都更好一些 而且这个卷帘门是有密封性不错的 它的官方宣称这个卷帘门可以应对 把30年一遇的大雨都不带漏水的 在皮卡里面 它这个内饰相对来说是非常精致的 包括你看它双帘屏 其实在长安的SUV的车型里面也能看到 包括它你看门板上这些都是金属拉丝的这种质感 也是不错的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手机无键充电功能 包括这个座椅可以看到皮质座椅 包括它腰脱这种支撑性很足 也是电动座椅还有座椅加热功能 包括可以看到它也是用到了一个 现在新能源都非常喜欢用的一个 毁挡的一个设计 这里就是它的四驱模式的一个切换 其实平时开到自动上就行了 自动它可以自动根据你的路况去判定 到你是用两驱还是转变成四驱 而且它切换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因为当时试驾的时候我也感受过了 到了一个很难走的一个上坡的 尼沙沙石路的时候 它后轮打滑的时候 零点几秒之内它就进行锁止 就是反应也是很快的 包括它是车机 其实现在你看哪个皮卡尔车机能有这么流畅的 你看我现在一直在滑动它 包括它车机的这些功能 包括它的按空调也是按键的 听了没它说话了 它说空气净化也打开 它是有空气净化功能的 而且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也有座椅加热功能 其实以上我说 就是它作为一个新能源皮卡的一个优势了 当然有人还会质疑 说新能源皮卡市场上有很多的纯电皮卡 为什么不说那些纯电呢 纯电毕竟是充电的一个问题 大家在这方面肯定有很多顾虑 而它就没有这种续航焦虑 没了电咱就用油 我们网站可以加油 完全可以不充电